说到手机,我们是每天都在使用 那么给手机充电的次数也在增加 但是我发现有很多人给手机充电都犯了这几个误区 导致手机电池越来越不抗用 那今天就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犯这几个误区了 赶紧跟视频起来了解一下吧 第一个误区就是不使用原装的充电器 有时候我们原装的充电器被我们使用坏了 或者是不知道放在哪了 那么我们就会买一个山寨的 但是市面上有很多山寨的充电器 价格是非常便宜的 很多人都会买这样的充电器 但是杂牌子的充电器 它这个电流电压都与我们手机参数不符 所以长时间使用这种杂牌子的充电器 就会对我们手机电池造成影响 导致使用手机的寿命减少 所以我们最好要使用原装的充电器 第二个误区就是给手机充电的时候 我们是先插手机还是插充电器呢 在这里总结大家最重确的做法是先把充电器插在电源上 再连接手机 这样做能避免较大的电压充脉的产生 要知道充电时若产生较大的电压脉充的话 那是对于我们的手机带来很大的危害 而且还有可能加速电池的老化 让我们的手机续航变得越来越差 所以我们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一定要先插电源后插手机 充满电后大家要注意要先拔手机后拔电源 所以这才是正确的充电方法 第三就是不要等到手机没有电了才去充电 电量越低的时候去充电 很有可能就会接收到更高的电流 这样对手机电池损伤是非常大 会造成充电慢 电池不经用 甚至电池寿命降低等问题 所以最好在手机没有提示你电量低的时候 我们再去充电 这也是手机为什么电量低的时候 总去提醒你需要充电哦 第四过度充电 手机电池一直处于满电的状态下 虽然不会引起爆炸 但会让手机电池老化速度加快 而谁也不能保证电池的保护电路会不会失效 或者是电池质量存在缺陷 有没有及时被发现 长时间插着手机会不会引起爆炸呢 所以从安全的角度来看 充满电后要及时拔掉充电器 避免发生突发情况 第五边玩手机边充电 大家都知道给手机充电的时候 手机温度会升高 那么我们同时在玩手机或者是玩游戏 那手机的温度会过高 从而导致手机的电池寿命缩短 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手机电池 为什么越来越不扛用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给手机充电注意的小常识 大家有所了解了吗 看完视频 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每人分享个十五秒招 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生活 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有这样的困扰 就是一到冬天的时候 这个眼镜总是起雾 那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小方法 就可以轻松解决这个起雾的问题了 赶紧跟视频起来 了解一下吧 一到冬天的时候 相信有不少的朋友 戴这个眼镜总是爱起雾 特别是现在是疫情防控期间 大家出门都会自觉戴上口罩 所以更会导致眼镜起雾 其实解决眼镜起雾的方法很简单 第一种方法 我们准备一个温水 水中挤上洗洁精 之后搅拌均匀 我们将洗洁精水 直接涂在眼镜片上 每个部位我们都擦拭到 然后用眼镜布 轻轻擦拭镜片 擦好后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在热气上是完全不会起雾了 效果非常不错哦 第二种方法 如何解决戴口罩眼镜起雾呢 其实我们只需要准备一张纸巾 将这个纸巾叠成长条 然后用双面胶 把它固定在口罩这个部位 让它完全贴合在这个位置 然后将这个口罩戴好 戴好之后 我们捏一捏鼻子位置 让它完全贴合脸部 这样就可以防止眼镜起雾 而且戴起口罩是更加舒服 第三种方法 我们准备这个开赛露 将开赛露直接挤在眼镜片上 截好之后 将它涂抹均匀 静置一会儿 再用眼镜布将它擦干 这个开赛露里面含有甘油 可以有效防止眼镜起雾 现在我们再来试一下 眼镜是完全不会起雾了 效果也是非常好 这三个实用小妙招 你也赶紧试一下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防止眼镜起雾的小方法 大家学会了吗 看完视频 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每日分享个实用妙招 给你带来必要的生活 一到冬天的时候呀 我们都穿上了羽绒服 但是羽绒服脏了 是很难清洗的 如果送到干洗店清洗 一次要上百元 那今天呢 就分享大家 自己在家里清洗 而且简单又快速 赶紧跟视频起来 看看吧 冬天的时候 最保暖的就是羽绒服了 但是羽绒服 穿几天呢 就很容易变脏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孩子穿过的羽绒服 全是笔记 相信这么脏的时候 大家都放洗机里清洗了 但是放在洗机里清洗 羽绒服的保暖性 会越来越差 而且严重的话 还会羽绒服爆炸 这也有新闻报道过 所以在清洗羽绒服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 今天教大家 我们自己在家 清洗羽绒服 只需要调制一个溶液 我们在喷壶中 倒入白醋 接下来 再倒入洗液 接下来 我们再挤入沐浴露 最后呢 倒入温水 我们将调制好的溶液 均匀喷洒在这个袖口处 羽绒服特别脏的部位 我们多喷一些 喷好后 我们准备一个热毛巾 去擦拭羽绒服 白醋是可以软化污垢 那么洗衣液和沐浴露 是可以强力去污 没擦几下 大家可以看到 污垢都已经去除了 是不是很干净呢 没想到 自制在这个溶液 喷一喷擦一擦就可以立马干净 把污垢清洗后 将这个羽绒服挂在尾声间 之后用流动水冲一下 让羽绒服上面残留的污渍冲洗掉 为什么我们不能揉搓呢 因为这个羽绒服经过揉搓之后 它就会结块 所以像现在这样揉搓 羽绒服的保暖性以后越来越差 那么如何晾晒羽绒服 羽绒更保暖呢 我们准备一个衣架 像这样轻轻拍打羽绒服 在羽绒服快干的时候拍打就可以 这样清洗后的羽绒服是保暖又干净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清洗羽绒服的方法 大家学会了吗 看完视频 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每人分享十余妙招 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生活 平时我们在超市购完物呀 都会有一个小票 那么这个小票 很多人觉得没有用 就直接将它扔掉了 其实这个购物小票呀 在生活中还有很多的作用 很多人都不知道哦 赶紧个视频起来看看吧 第一呢 就是商品退换 超市购物小票 作为购物的凭证 如果商品出现了问题 或者是价格不对 以及东西拿错 或者是维修推货时 必须要有这个小票的凭证 所以这个购物小票 也是各大超市退换的规则 第二免费停车 在超市购完物 凭借购物小票呀 就可以免费停车 两小时或者是两小时以上 也有个别的超市 也会规定达到多少金额 才能凭小票免费停车 那么取车时停车厂的人员呀 也会收回这个购物小票 所以还是能为我们省下 不少的停车费哦 第三领取小礼品 或者是兑换优惠券 购物小票达到一定的金额呀 它就可以兑换相应的物品 或者是兑换直接的优惠券 于是就有小偷 会利用这些购物小票 进行违法行为 小偷会提前收集 别人丢掉的购物小票 然后去超市 偷出小票相应的物品 之后把物品消死后 再拿着这个小票呀 去超市退货 而去换取现金 所以购物小票 我们千万不要扔掉了 如果自己不需要 最好将它销毁掉 第四开去发票 凭借超市购物小票 到超市开票处 开去发票 用小票换取电脑 发票入账 那如果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 需要带开票的资料 所以超市购物小票 还是有很大的作用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没想到购物小票 还有这些作用吧 那看完视频 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